今天就让我和大家上一节 鉴赏酱油的大师班吧 首先我们来了解 怎样分辨酱油的品质 大家一定要记得这四个重点 色 香 味 体 顶级的酱油带有浅红褐色 富有光泽 闻起来会有股浓郁的纸香 和黄豆的鲜香 还有微微的酒香哦 味道咸中带鲜 回味悠长 体态方面 上层的生抽 重青明澈 没有沉淀物 会稍微挂杯 成分也决定酱油的品质 要知道有什么成分 就要看招纸咯 招纸上的成分排得越前 它的含量就越多 还可以看到 酱油有没有添加防腐剂 增味剂等等 李锦记是家喻户脚的酱料王国 酱油家族自然人强马壮 有些方便大家烹调不同的菜式 不用别的 一瓶就好 当然 也有满足现代人 对健康饮食追求的产品 味道和健康都拿满分 今天是我从李锦记学堂 毕业的大日子 经过李锦记学堂 悉心和严格的教导 我终于蜕变成上等的酱油 等着你带我回家 烹调出美味又安全的菜肴 和家人共享